宿灯火热船 我们相聚 佛陀照花儿来 散在连佛乡 晟灯水 黄鸣火热船 和谐守花儿 黄鸣火热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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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上课 我们产生的这种觉知 共善业 这么多人在一起 生清净 口清净 意念清净在这里 这生命它本身就是活动的 这活动里面又没有产生恶的 都是善的 都是清净的业 这个清净业 你看不见吧 也摸不着 也看不见 这个就叫无见无对的 这叫无表色 好 我们今天继续往下 下面我们一起来念 云和受运 为三领纳 一苦二乐 三不苦不乐 乐为取有何何欲 苦为生食 有拐异 于 苦苦不乐 为苦二欲 第一个讲色 其实刚才我们通过对色的了解 知道这个色所包含的内容 也是很多很多的 然后 讲受运的时候 受是什么呢 感受是什么呢 感受就是它讲概括是领纳 领纳把它分有几种领纳呢 有苦的领纳 有乐的领纳 还有不苦不乐的领纳 什么是苦呢 什么是苦呢 苦就是说 当你遇到这种瘦的时候 你不喜欢 哎呀 这东西不喜欢 哎呀 赶快消失去 不喜欢药 这就 这就代表什么 你讨厌它 你对这个 你觉得你感受到你是苦 哎 这拐离语 就是说 当你遇到的时候 生起拐离语 这就是 哎 这就是 我不喜欢药 赶快离开 赶快消失 你生起这种 这种就是说 心 心里面的 这种感受的时候 其实这个 你所遇到的 这个就是对你的苦 反过来说 它不离去呢 你这个苦 是不是一直逼迫你 哎 就像我们现在热 就是热 哎呀 赶快 这个空调 能不能开大一点呢 风能不能强一点 把这个 把这个热的 灶热的感觉 赶快离去 这是不是一种苦啊 这也就是苦 什么叫热呢 瘦的领纳 领纳里面有三种 一种当遇到 某种境界的时候 他很喜欢 当这个境界消失的时候 他想哎呀 再能够就好了 再能够就好了 就这个叫乐 哎 还有一种不苦不乐 反正无所谓的 什么感觉的 哎 对瘦里面分之三种 这个比较好理解吧 哎 第三 想运 云和 云和 想运 未与境界 取种种向 哎 什么叫想呢 色 受 想 行 实 这个想 是什么 是想 哎 这个是什么 我现在拿掉了 你心里面还有没有 他的影子 那个就叫想了 你看到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一个客观现象 对不对 当我把它拿掉的时候 你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我刚才看到的是水晶 我已经拿掉了 但是你的脑子里已经进进去了 对不对 这就变主观的了 是不是 主观的这个就是想 所以于境界 于这个境界而取向 取的那个向 印在你心里的那个向 就叫想 所以想就是上面一个向下面一个心 中国造字 他是有向向行字 哎 他就把这个想 你看 中国文字很伟大的 中国的这个想 符合于 我们佛教的 这个 那说明中国造字的这个人 跟跟佛教 他有有共同点的吗 说明他开了智慧的吗 哎 我们佛教来来解释这个想 是什么是想运的 与境界去种种像 你看 跟我们中国是造的那个像 下面一个心 正好一模一样 哎 那说明我们中国古人造字的 跟我们印度的佛陀 所觉悟到的 这一点 就很 哎 有非常默契 对这个想的这个概念 就很默契 下面 云和行运 哇 这比较复杂了 所以这本 这本书 这个五蕴论里面 他就像 一层一层播 简单的就过去了 你看 不用解释了 我这里也是 不用解释了 就过去了 然后复杂的 你看 云和行运 下面我们一起读啊 云和行运 为除受想 诸于心法 及心无相应形 这是不是蛮复杂的 下面就开始解释了啊 来我们一起读 云和名为诸于心法 为彼诸法与心相应 彼赴云和 为处作异奏祥诗 欲圣洁念三摩地 慧性惭愧 无贪善根 无称善根 无痴善根 精进清安 不放异 舍不害 贪嗔慢 无名 见疑 愤恨 愤恨 愤恼 愚恼 牵 黄 献 骄 骄 害 无惭 无愧 昏尘 吊局 不信 懈怠 放逸 妄念 散乱 不正知 恶 做 睡眠 寻 私 这是不是 你们脑子有没有念晕掉 但是我们总共来说 它是不是覆盖了我们生命的很多的现象 把我们的这些是不是 这一网洒下去打了很多 是不是 所以这个行音里面 它是就是我们在终极班里还要讲这个白法明门论 这白法明门论就是就是用用一百个这个数字啊这一个那个这个这个这里面这里面刚才我们读的你知道有多少个吗 这有多少 刚才这里面读的总共有49个我们生命的现象 所以前面说除了这个云和行运未除受降 读书如果加进去的话总共五十一个 这个是新法 新法里面总共五十一个新法 但是因为这五十一个新法如果在白法明门论里来说的话那这五十一我们就按照五十一算了 但是这里面是讲五运的这里面受降它是属于受运和响运 所以不能在这个行运里面算 但是行运里面的新法它包括了受降两个把这个受降呢就把它归到受和想受运和响运当中 但是新法中的其余的49个现象呢 下面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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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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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斷句也不好斷的 有很多書裡是把它斷句斷好的 心法就是心所有的 心是不是範圍很廣啊 我們光講心 我們平時說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那你那個是什麼心啊你要搞清楚啊 有的人所以我們就佛教講了 不能夠門懂真如啊 門門懂懂的 心這個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那你是什麼心啊 那狗有沒有心啊 那它為什麼變成狗了 它沒有變成佛啊 你看這個心裡面有多少種啊 心下面所表現出的法 這裡面就有五十一種 你看這個五十一種裡面 哪一個心哪一種是做佛的 有沒有 很少幾個對我們做佛才有幫助的 那有的是變形 這個變形是什麼 像工具一樣 它工具的特徵就是說 它一直都有的 你那個醋 不管我們這個空調的風 有沒有吹到你 你有沒有感覺到涼風 你那個醋有沒有一直都在 哪怕你睡著了 醋在不在 所以有的人喊你 你聽聽還沒有喊醒 推你 推是不是醋啊 你就醒了對不對 那說明你睡完睡覺了 醋還在吧 所以這個變形它是變一切實都有 變一切實在任何 它在房子裡有醋 到房子外面還是有醋 曬著太陽也有 跑到陰涼的地方還有 有好幾個 詳細的分為 有好幾個地方 就表示這個醋 為什麼它叫變一切變形 啊 作意 作意也是的 作意 時刻都是它這個 都是有的 就像那個鏡子一樣 那個鏡子不管你有東西 找沒東西 找那個鏡子的光 是不是一直有的 就是這樣 所以作意 瘦 瘦也是 你瘦這個領呢 不管苦瘦 樂瘦 不苦不樂的瘦 那這個瘦一直是不是存在的 一直存在的吧 還有這個想 想 於這個種種境界取相 是不是也一直在的 也一直在的 絲 取相之後 你還在考慮著它 你還在說 這個水晶 我拿下來了 你摸它說是水晶 然後你的毛子裡 是不是就停下來了 水晶 涼快 那麼亮 這水晶師父哪拿來的 是不是偷來的 這些跟前面的那個 那個是已經 跟這個已經相干不相干了 跟客觀已經相干不相干了 不相干了 從主觀裡面的 取得硬的那個像 的響之外 又延伸到絲 是不是每個人都有絲啊 小鬼有沒有絲啊 都有的 所以這個是屬於變形的 為什麼這就是別境呢 這個別境 你說 我要想吃冰淇淋 這個是永遠是想吃冰淇淋 還是突然想起來的 對 它是不是 它所以叫別 那聖結 哦我聽了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這個明白是不是永遠在的 這是永遠 湊合 哦我明白了 聖結 然後念 我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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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念阿彌陀佛的 念是不是永遠在的 也不是的 如果你不提起這個面 那個墊就會跑掉 對不對 甚至什麼時候跑掉 我們都不知道 三摩地呢 什麼叫三摩地啊 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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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永遠在的 也不是的 那這會 會 你這個處在的一種 由聽文 聽法 文法 司法 聽會產生一種文會 那產生了這個聽文法的這個智慧 我對這個明白了 文會產生了 這個會是不是永遠在的 也不是的 這也是要有師父啊 給你詳細講解 然後你產生的一種會 所以這個五種 在心裡面的 心屬於 它屬於心 心所產生的法 對不對 但是這個心所產生的法 它不是一直都在的 它屬於別境 這個懂了吧 前面五位它是變形的 它不需要造作的 那個處啊 坐意啊 受啊 想啊 思啊 它是一直都存在的 但是後面這個欲啊 聖結啊 念啊 三摩地啊 慧啊 它這個產生 心裡產生這種狀態的時候 這個是需要有因緣的 所以五運 我們講五運五運 這運是聚合性 我們的心所聚合的中庸法裡面 這裡面你看 我們前面問大家 我說啊 適心適佛 適心做佛 那要用這個來講的話 是不是那句話是不成立的 是不是 所以如果從為實的這個角度上來說 從這個角度上來講的話 那句話其實 不正確 至少不嚴謹 因為心 心法有這麼多 你說哪一個是可以來做佛的 在這裡面你看 我們看到這個別境裡面有聖結 聖結 聖結能夠幫助我們成佛吧 對不對 你學了真理 聽聞真理 你對真理有理解了 對對對 這個是對的 然後這個是聖結 這個聖結對我們有好處的 這個欲 這個欲就是說 我想成佛 不是我想吃冰淇淋了 我想成佛 成佛真好 因為我們現在還比較 沒這個福報嘛 如果佛就陷在那邊 哇 你看三十二項八十種毫 從粗的到細的 從大的到小的 沒有一項不讓你目不斬盡的 哇 這就是修出來的 每個人都能成這樣啊 那我也要成這樣 對不對 那你就產生成佛的欲嘛 所以這個裡面 別境裡面反而是這個欲 對佛的渴求 我也想成佛的這個欲 對我們是有好處的 聽完佛法之後 你產生了理解 這個聖結 對我們成佛是有好處的 然後念念不斷的意念 意念這個智慧 你手持這個智慧 我們就念阿彌陀佛一樣 念佛 那這個滅 對你成佛是有好處的 三摩對正對 對你成佛是有好處的 會 文的會 絲的會 修的會 這個會 會解 對我們成佛是有好處的 對不對 這個五個別境裡面 這五個別境 就心的 心法裡面 就是心所寒 所寒長的這些法裡面 這五別境才有好 前面的五變形怎麼樣 處做意受想思 它好像這個屬於什麼 這屬於生理 好像每一個生命的生理結構 對不對 你說好 不好 它有沒有好和不好 沒有好和不好 沒有好和不好的 處啊 作意啊 受想思的這個 生理的基本 基本機能 它不存在好與不好 下面的五別境 才有好 這個是好的 有對於聖道產生欲望 產生想進求聖道 這個是好的 產生聖結 這個意念 意念 意念不忘 然後安住於 始終還產生 被聖結的一種鎮定 乃至發出的智慧 這些都是好的 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 就是我們的這個生理機能 發生了作用 發生好的作用 那除了好的作用之外 還有呢 十一個是算的 十一個 這個就是這五個別境 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的 可以說 可以說 用這個五個別境 這可以 成佛 可以成菩薩 可以成身為 圓絕 都是靠這個五個別境 那下面呢 這個十一種善呢 至少可以成為好人 可以升天 這也是心裡面的法 有很多人 他是安住的 他們欲啊 聖結啊 念啊 三摩地啊 會他 他在心裡面生不出來 因為他不是變形的 他是別境 他是需要有英文 有 人來接引我們 我們自己也配合 才能產生這個 那下面呢 性 性 這個性當然是 這個性也分善和不善的 其實啊 你性善 這就是 你這個性很好 那別人邪知邪教 你性了怎麼樣 那就不好 對不對 這裡面呢 性他是特指的是善 信仰好的 這個 比如說你們現在 對三寶有信心 這個狀態是不是很光明的 中神儒 對三寶 比如說你對三寶是什麼 你也不知道 但是你有一個性 很純的一種信心 這本身你的光 你的心就是光明的 那反過來說呢 你不是性 你疑惑 疑惑那個心是光明的 還是黑暗的 黑暗的 所以這個我們講也講到 哪怕你就是還不太了解 你就信 這樣的人怎麼樣 有福報 有福報 你比如說有個小朋友 他看到佛就歡喜 你喜歡拜 看到師父就歡喜 因為這小孩子 你說他並不知道 三寶是什麼意思 生人有多偉大的意義 對不對 但是這小孩大家都會歡喜 哎呀 有善根啊 有善根 福報大啊 福報大 對不對 他有福報 當然你通過學習 越來越了解到 三寶是什麼含義 哦 深重是為什麼偉大 但這個時候怎麼樣 你這個性就產生了智慧 對不對 所以我們學佛 佛是什麼 佛慧兩族尊 所以 我們人生需要福報 需要智慧 哪怕你不了解你相信三寶 會有福 你了解了相信 有智慧 所以信三寶 相信三寶 相信三寶裡面 倒是沒有什麼迷信 不迷信的問題 這個因為什麼 因為三寶是真理 他是究竟了益的 因為他相信的背景 完美無缺 我不了解 那佛跟你講的這個話 你照著聽好了 比如說叫你不殺生 不殺生 道理並不懂 但是只要你不殺生 會不會產生福報 吃素 吃素什麼也不知道 反正佛講吃素好 師父講吃素好 我就吃了 有沒福報 有 所以如果你畢竟殊勝 反過來說呢 你相信科學 科學是不是絕對的 科學是不是究竟的 科學本身 愛因斯坦說就是相對的 如果這個性 那個性 那個性 那叫什麼性 那叫你一性 因為科學本來它是辯證的 不是絕對的 它本身它也不是完美的 今天的科學會不會明天推翻掉 對不對 你今天吃的這個感冒藥很好 明天說了 這個感冒藥負著用太多 要測下跪 然後你今天喝的這個牛奶很好 明天再說了 這個牛奶有毒 有三路清安 我說你是 對不對 今天刷的這個牙膏蠻好 明天再跟你說 這個牙膏不能刷 裡面這裡有致癌物 對不對 這個我們生活當中很多吧 你能完全地迷信它嗎 不行的 它是相對的 所以信佛沒有迷信不迷信的問題 因為佛這個背景 它完美無缺 它是究竟了益的 你信一分就破一分的這個業障 得一分福報 信兩分破兩分業障得兩分福報 對不對 所以對境究竟了益 但是我們信科學 因為科學它本身 它不究竟不了益 它只是人類在探索真理過程當中的一個 一個過 就是這個過程 所以它反而不能太迷信 但是現在我們社會的現象是什麼 是不是很迷信科學 是不是我們知道 地球飄移 板塊飄移 是不是假說 但是我們現在把它當真的一樣的 當它是真理一樣 地球 那個宇宙大爆炸 是不是假想 我們現在把它當的就是好像 就是這樣子的 宇宙就是爆炸來的 那個打擾人的進化論 是不是假想 我們現在也把它當的是真的 認為生命就是進化的 過去比如說 壽命是往上推 越往上推 甚至壽命越高 人類個子越大 越高大 前兩年北京那邊已經出土了 有幾具人的這個身體 很奇怪 出土的幾具全部都是三米以上 三米以上的 那我們現在還人間還保留有 這個傢瑟佛的牙齿啊 傢瑟佛的牙齿 傢瑟佛牙齿多大 不得了的 那傢瑟佛的牙齿像象牙一樣 那傢瑟佛的牙齿多大 你知道嗎 傢瑟佛 傢瑟佛時代的人的年齡是兩萬歲啊 那按照往上推 最上 往上推 人的壽命 再往上推推推推 最高的人的壽命是多少可以活到 八萬四千歲 然後從八萬四千歲走下坡路 銜潔的四尊佛 都是在人壽命不同的階段 來到人間的 來成佛的 一直到我們釋迦牟尼佛前面的壽尊佛 加瑟佛 他人的壽命是兩萬歲的時候 出世到人間的 釋迦牟尼佛啊 這是叫大慈大悲 他選擇我們的人的壽命 只有短短的一百歲的時候 而且呢 又笨 貪語又重 所以我們這個時代 成為叫什麽時代 末法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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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濁惡世 我們每天晚上做晚課 都要念到這個經啊 彌陀經 彌陀經 彌陀經的五濁 哪五濁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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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就講建筑 建筑 建筑是什麽意思 就是我們的基建出問題了 好的當不好的 不好的當好的 這世界現在 這個妳看 不管是我們東方還是西方 全世界我們人是不是這樣 都是這樣 不好的當好的 好的當不好的 欸 把高尚的當 當卑鄙的 把卑鄙的當高尚的 把卑鄙的當高尚的 是不是 顛倒吧 這顛倒來自於哪裏 是不是 建 那個建 渾濁了 下面是就是 接下來就是 潔著 什麽叫潔著啊 就是 隨個時間的推移 人的壽命越來越短 這個大地的精華 越來越少 是這樣 叫潔著 我們是 焚在這個潔著 是八萬四千歲 往下降 一降降降降降降 降下來的 叫潔著 那反過來說 我們現在如果是 人壽 佛陀當時是 人壽平均壽命一百歲 現在兩千五百多年過去了 我們現在全世界的 平均壽命 正好現在這個科技 還能統計啊 現在人的平均壽命 是不是七十多歲啊 對啊 妳看 跟佛教裡頭是相符合的 這是現實的客觀事實 跟佛教的理論完全符合 那 那反過來說 我們說過現在是七十歲 然後過一百年增長一歲 過一百年增長一歲 過一百年增長一歲 然後向一百歲方向發展 再向一千歲方向發展 那個時候叫不叫潔著啊 那就不叫潔著了 那個潔是真上潔 我們現在是什麽 我們現在是叫簡潔 簡潔所以就很痛苦的潔 所以就叫著 那下面呢 見著 潔著 下面呢 煩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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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因為知見也不對 知見是我們內在的智慧 對不對 智慧沒有 有 遇到的外面的這個潔著 是不是我們生命所處的外在的環境啊 環境又差 那就生煩惱了吧 如果我生煩惱 你生不生煩惱 所有眾生生不生煩惱 都生煩惱 所以叫什麽 眾生灼 對不對 眾生灼在下面呢 我們的命苦不苦啊 你生在這個群體 整個這個群體 講都講不通 像你們這個福大的 你們學佛家裡人支持的 有很多人學佛根本不支持的 爸爸媽媽不理解 學什麽佛啊 你們小孩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這把迷信 相信迷信了 還有很多佛教徒到我這邊說的 他說我現在相信迷信了 別人說給我 我說你怎麽自己說自己相信迷信啊 很多人不理解的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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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了嘛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了嘛 建著 建著 第一個建著 建是最主要 如果建改變了 你建不著了 建不著了 建不著了怎麽樣 會發生什麽情況 會發生什麽情況 你有正知身見了 你這個人有正知正見了 下面 建著對你來說有沒有影響 沒有 反而會變成什麽 我這麽成立啊 會變成逆金上元 哇那你可賺了 所以佛陀怎麽說 藏法時代五百年 精進的受持戒律 啊 就是這個戒律清淨 不如末法時代持一條戒 於一夜一夜清淨的功德大 因爲什麽 因爲末法時代 末法時代是不是外在的條件 內在都不具足 對不對 這時候你居然有智慧 願意持佛的清淨戒 乃至就持一夜一夜 超過五百年 所圓滿受持一切戒律的功德 說明什麽 說明正法時代的五百年 所賺的功德錢 還不能臨末法時代 你持一條戒律 一夜一夜賺的功德 錢比那個做賺的錢還多 厲害不厲害 所以最關鍵的是不是直見 直見 直見一轉手都轉 所以我們這個佛教裡說六合合 寺廟裡合合生呢 六種合合 也第一重要的就是賤的合合 賤的合合都不要緊的 哪怕行為上啊 有的個人的脾氣啊 什麽大家都會包容的 如果賤不合合 不行 手主要就是賤合合 所以我們賤截 我們首先要破這個賤 賤的這個著 賤著 賤著一破 截著也不要緊 反而是變成逆爭上緣 然後再往下呢 煩惱著 煩惱會生起 但是會對峙了嘛 所以就不怕念起 就怕覺持 這個覺是什麼 就正知正見 當念頭生起來不要緊 馬上用正知經驗來 來對峙它 再下面呢 眾生著對不對 如果你有眾知正念了 你邊上的這些眾生 都是著惡的眾生 你怎麽樣 你是不是賺了 佛為什麽法院 佛 釋迦牟尼佛 為什麽精進 提早成佛 這個對峙我們都有啟發到 本來 彌摩爾菩薩 是我們釋迦牟尼佛 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釋迦牟尼佛的老師了 久遠前前 就是釋迦牟尼佛的老師 但是釋迦牟尼佛這個學生 精進精進精進 後來超過老師了 比老師先成佛 結果這個老師還是在學生下面授記 釋迦牟尼佛反過來給弥勒佛授記 當來弥勒 人壽八萬歲時降生人間 成正等絕 浩曰彌勒 你看 佛是佛的那邊 為什麽呢 這好幾個故事 好幾個好幾個事情 其中釋迦牟尼佛發願在五濁惡世來成佛 這也是佛獲得成佛之良的非常主要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們早上唸功課的時候 一上來就要唸了嘛 妙戰總辭不動尊 守內言往似西游 再往下呢 再往下 五濁惡世世先入 這才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啊 怕不怕苦 能不能怕苦 你怕苦不能做釋迦牟尼佛的弟子 釋迦牟尼佛是不怕苦不怕累啊 精進勇猛 這才能做釋迦牟尼佛的弟子 所以阿難陀尊者 代官我們一切眾生 發這個月 五濁惡世世先入 如意眾生未得度 終不於此取尼還 那你有政治證件裡 你邊上都是這個五濁的眾生 怎麼樣 哇 那你這個生意對象多了嘛 生意做不完的做嘛 對不對 就這個道理 然後最後呢 眾生著最後呢 命著 你有政治見了 這個命還會不著啊 不但不著 你變成了菩提啊 菩提根苗啊 一切功德之巨啊 一切功德之巨啊 對不對 這命還做不做了 命不但不做啊 這命不得了啊 就眾中尊嘛 你在所有的群眾 在所有眾生之中 你是眾中尊 尊位的尊 歸一身 眾中尊 如果你發起菩提心了之後 你是不是眾中尊 你是不是眾中尊 唉 導演 蘇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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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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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明寺是位于树林的西北方 就在树林很有名的一座大同山 海明寺所坐落的这座山叫千峡山 所以我们也常说千峡山海明寺 因为在海明寺一早可以看到日出东方 常常常会看到在光照当中呈现出千峡山的这个彩霞 所以名为叫千峡山海明寺 那海明寺的一个创立的因缘是在民国四十九年 这是跟一尊观世音菩萨的圣像有关 那么在民国四十九年当时台北市的市长黄启瑞市长 黄市长他也在市府仓库里面有一尊观音菩萨的圣像 他是一个青铜座的一个观音圣像 因为黄市长他希望为这座观音像寻找一个去处 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黄市长联系到的雾明长老 后来这尊观音像就被请到了雾明长老所住持的大别院 那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海明寺的县址 这个周虹城老居士他年纪也很大了 他也希望说将他很心爱的别墅宣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透过这个辉业老法治的一个因缘 他们介绍了这个雾明长老给周虹城老居士 周虹城老居士看到了我们长老他就满性欢喜 在民国49年就捐了目前我们在海明寺 这个圆筒宝殿所坐落的这座山头捐出来 就是来离请雾明长老来这边开山建市 这是海明寺建市的因缘 海明寺建市最早的这个大殿就是这个圆筒宝殿 宝殿呢它原来是一个就是一个砖头 有三个拱门三个弧形 这个就是周虹城老居士捐赠出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包括两边的这个厢房也是都是如此 我们经过60年了我们一直还是保持这样的原貌 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圆筒宝殿 在圆筒宝殿我们上面看到一块匾额呢 这个匾额上面写着海明寺 就是中华民国49年是由刘启光先生所捐献的 请张道发先生来提这个字 我们现在一起来进入这个圆筒宝殿 我们在圆筒宝殿所供奉的这个观音菩萨这个圣像 他是同职做的观音圣像 这个圣像呢 他是在昭和二年十二月 也就是公元1927年民国十六年的时候 是三口玄洞跟他的夫人郑子 他们来发心来捐赠这个观音菩萨的圣像 那铸造的地方是在京都 士丁 那铸造者呢 就是高桥财治郎 他所铸造的 所以这个圣像 到现在已经有94年的历史了 94年的历史 那么也是非常的庄严 非常特别 那我们这尊观音菩萨像呢 奉请到海明寺来供奉之后呢 我们稍微做一个整修 一直到107年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在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整修 那么这个整修呢 我们也特别请京都的这个 做贴补的师傅呢 请他们住在海明寺 花了一段时间呢 那重新再把它这个贴金箔 包括这个佛刊啊 等等也都是从京都那边再做过来了 所以等于重新再做一个大大的一个整修 才有现在这样的一个线帽 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庄严 周围墙壁等等 包括供桌都是块木 那在这个天花板上呢 我们就以观世音菩萨牵手前眼 所手持的这个法物为主 配合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 种种的一个文物来呈现 这也是我们这个圆动宝殿 很特别的地方 总之呢整个宝殿呈现出观世音菩萨 他是过去正法明如来献定观世音菩萨 那他为了救助众生 然后他所呈现的种种的一个慈悲跟智慧 展现在我们诸位的眼前 众生能看到观世音菩萨法相 能够心生法喜 自然产生了一种礼敬 同时也能够更来笑起观世音菩萨 这个大慈大悲的一个精神 我们开山务工牢上常常勉励我们说 大慈就是给予众生幸福快乐 大悲呢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烦恼 这个也就是我们牢上务工长老 他来专宏的观音法门 海明寺的开山就是商务下面老和尚 第二代住室呢就是我们开山监院 上炉下道 炉到法师 第一种是就身体不好 三战啊 还带这个违并 那时候就是我如果收开了 观音参收开了 楼上我的理事夫听着说 我去开山监院 他做我的理事夫了 去开荒家天哪有外国卡卡卡 我说哦 老师傅 你很自卑 我只有一个家族来看我 他说 老师傅 你收拾了 要做情愿 要情愿 你 到观音参 来情愿 休息 这样 我很感动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民园 海明寺的开山纪念堂 就是我们纪念楼上来这个开山 那么这个开山纪念堂呢 这个是我们广元长老 他所提的字 广元长老跟我们老婆上的姻缘 非常深厚 我们开办佛学院的时候 就请广元长老来这边 来担任这个佛学院的老师 因为地缘的关系呢 经常呢 我们老婆上会请广元长老 来海明寺这边来给我们开市 那我们纪念堂目前这个建筑物 包括两边的这个厢房呢 在老上在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建设完成了 当时呢 老上建设这个地方 也就是希望说 一方面也给他 他年纪大的时候呢 有个地方可以安养 同时呢 我们常住 深重年长的地方呢 也可以到这个民园这边来 来做安养 但是后来老婆上呢 一直没有来这个地方使用 他还是比较习惯 住在他原来住的这个厢房 在老婆上元级之后呢 我们就依照老婆上的遗嘱 那么他老婆上吩咐 我们要用做钢的方式 那事实上他做钢的钢呢 他在二十年前 他就自己都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到老婆上元级之后呢 我们就依照他的遗嘱呢 来做钢 上广下园长老 广元长老来给我们指导 来给我们指导 所以我们广元长老就知道 我们完成了这个做钢的程序 那广老 他能够指导我们来做钢 也是跟慈堂菩萨有关 当年呢 乌宫老婆上就带着 比较年轻的这个广元法师呢 来参与这个戏子 我们台湾第一位肉身菩萨 慈堂菩萨的一个做钢 所以 老婆上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广元长老呢 也在旁边 熏悉 所以老婆上做钢呢 也就由广元长老来给我们指导 我们完成了这个做钢的仪式 这个开山级念堂呢 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老婆上 做钢前面有这尊蜡像呢 这个蜡像呢 是老婆上在九十松兽的时候 他有个地址 发心呢 他做了一尊蜡像 来供养我们老婆上 所以这个蜡像呢 我们就共复在老婆上做钢前面 纪念堂两边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由我们以前副总统呢 他所亲自写的莫保 亲自表好送过来的 在我的左边呢 直接拨了波罗蜜豆心经 那老婆上元级之后呢 这个我们以前副总统呢 他也亲自写的 嫩言经 这个关西姆萨元通章 前段跟最后末段的 一个金钥 他写成这么一段文呢 也是写好之后 亲自表好送过来 在老婆上元级之后 所以一年呢 那我们又特别 请这个善导室 就是现在 世界回教申请的会长 姚中长老写的一个 老上的一身的行义的一个碑名 文字呢 也是请广言长老呢 他用毛笔字写的 这是在老上元级之后 我们又举行一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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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碑名落成的一个仪式 那因为老上的碑怨呢 他 他有讲过 若有众生呢 与我钢前呢 以大碑水 诚心起碑满祈愿 所以我们 依照老上的这个遗嘱呢 好 我们 做好钢 我们安放在这个 开餐经历堂呢 我们每个礼拜六的上午 九点钟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 前程的礼拜大悲餐 从元级之后一直到现在 我们可以说都没有间断 所以我们一直呢 来奉行老上这个 专修观音法门 这样一个精神 来跟众生结缘 所以老上常说呢 我们要笑解观世音菩萨 这个大慈大悲的精神 大慈给予众生幸福快乐 大悲 拔除众生的痛苦烦恼 就我们以这个江心彼心啊 菩萨心啊 所以我们这个 观音法门啊 就内观自在 十方圆明 外观是因 寻生救苦 自从墨学呢 回到自己的家乡 担任海明寺的这个住室 之后呢 我们在第二年呢 就推行这个 这个绕境齐安的活动 结合了 这个镇南宫 千岁庙呢 还有我们 施工所 现在的曲工所呢 来推行这个 树林之美新春嘉连华灯会 那这个灯会也已经 从三阳开泰 绕境齐安 到今年这个 扭转乾坤 福田新耕 整整有19年的 一个历史 透过艺术 跟众生 跟大家有更亲切的一个结合 结合 那将来 我们海明寺呢 可以的教育文化慈善 这个方面 那老和尚也不断的 在各个 不管是佛教所创办的大学 几乎每一所大学 他也曾经开捐一千万以上 所以将来这个教育的工作 跟慈善文化的工作 我们还是依据老和尚 过去所做的精神 能够再继续往前 甚至呢 我们希望在嘉义 花样庞大 那因为 也经过将近 三十年的历史 所以后来我们在 整修这个大电 这个补墙当中 发觉 某些结构 还是需要在嘉义强固 那我们希望说 未来大电能够走向一个 具有美术馆 跟博物馆那种性质的 那样功能的一个大电 同时当然最重要还是 大家可以来这边 以佛拜佛礼颤 重金庄严的一个道场 就变成一个 比较多功能的一个大电 那因为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做一个整个 加强结构 将近要花两年的时间 希望 未来海明氏 会 这个大电会越来越庄严 那我们每一年 所有举办的水族大法会 应该在今年的年底 就可以来推展 但是一个大电的 一个整修 需要相当多的一个 经费跟资源 我们也很盼望 十方善性 我们随起来发心 来让这座 老上心情耕耘的 这个观音菩萨的一个道场 能够更加的庄严 能花费更多 红髮立身的功能 火车 魔�uran 魔ミ ihre 火梯 火 Frost 火车 火车